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Life Itself Dan Falkman 指导编剧 Oscar Isaac Olivia Wild 以及一集玩家的女主角Olivia Cook Antonio Banderas 主演 这部电影的预告有点失败 完全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内容值得期待的 或者是有什么好看之处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再回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介绍到 这部电影的任何精彩之处 甚至是有一点误导的成分 国外影评的评价也很差 有一篇直接说 这是今年最烂的一部电影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生命中的美好意外这部电影 虽然它的翻译片名有一点糟糕 但是它是一部棒透了的电影 可以说是今年最好看的一部心灵鸡汤片 要有点破梗的去形容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那就是珍爱每一天再加上冲击效应 Dan Falkman 这个导演是一个蛮知名的编剧 尤其是专精让人又哭又笑的通俗剧 它的成名作应该是他写了皮克斯动画 Cars 汽车总动员的第一集 然后还有《魔法奇缘》 以及《行男行不行》等等电影 最近让他身价大涨了 则是一部轰动美国的电视影集 This is us 这就是我们 今年好像终于在台湾 在公式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他非常的知道 观众看电视剧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非常的会操控我们的情绪起伏 适时的给你一些打击 再给你一些甜头 在又哭又笑的剧情当中 温暖的拼凑出我们观众每一个破碎的内心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也是这样子的一部电影 并用一个文学当中的主题 不可靠的叙事者 就像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主角所叙述的故事 到最后告诉我们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他并不可靠 或是《黑暗骑士》当中 小丑讲了好几个版本 他脸上伤疤的来由 观众是没有办法相信哪一个是真实的 于是这样子的叙事者 他是不可靠的 而电影就利用了这个道理 延伸出生命中潮起潮落的几段故事 人生并不可靠 无法依靠着 不过永远都是平稳无虞的 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电影也用了这样子的方式来调侃观众 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急转之下 不断的翻转和急收 幸好后半段的故事 很完整的带领我们来到 那个其实不难猜到的结局 虽然剧情有点熟透 也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在这当中的每一站 在这个总是不完美 满是缺憾的故事当中 总是能够看得到 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力量 充满了温馨感人的亮点 你可以说这种电影是一个安慰剂 但对我来说 它更像是一个凤梨苦瓜鸡汤 凤梨放的不多 苦味也不少 不过依旧能够回甘 给我们心灵上的滋养 继续面对人生要给我们的意外 还有挑战 Oscar Essek以及Olivia Wild 这对开场的男女主角 让人很容易就喜欢上这部电影 很容易就投入到这部电影的气氛当中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部电影要讲什么 轻松自在的表演方式 让镜头画面里面充满了人物的魅力 我本来就蛮喜欢这两个演员的 看他们饰演一对情侣 真的是蛮开心的 而且在电影当中 你看到他们对戏的时候 是有彼此给予的电流在的 当你还在思考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道理的时候 编剧一记的当头棒喝 让我们脱离了舒适圈 忽然发现他只是整部电影 整个故事当中的一个章节 一再的重复这个入戏又出戏的循环 每段故事好像讲了什么 却又都不完整 每一个人物也都只是经过 直到最后的结尾 我们才会恍然大悟 整个电影要玩弄我们的目的地 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讨人喜欢 而且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主角 都有他们要面对的困境 以及所造成的缺陷 美中不足的是 这部电影的结尾 还是把故事说得太白了 太强调这个故事的意义 少了一些留白的感受 让这部电影就停留在一个 不那么俊勇的层次当中 男主角Oscar Essek 在他的成名作《醉香民谣》当中 饰演了一个不得志的民谣歌手 在电影的最后 有带到正要起飞的 另外一位民谣歌手 Bob Dylan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这运用了Bob Dylan 过气之后的翻身之作 《被遗忘的时光》 这张专辑作为贯串的主题 带领我们经历一趟 云霄飞车式的剧情起伏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生命的意义或许有些空虚 我们得到的机运和处境 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每一个生命能够来到世界上 都有它的目的地 经历过狂风暴雨而不被击败的 才是更美好的人生 这部电影适合带着你 最亲密的朋友爱人一起去欣赏 一起在电影院当中 分享着一包卫生纸 感动落泪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 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uby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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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